我们今天开始的是卡路台风影响台湾最大的阶段 那环流已经影响到北部的陆地 那中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 北部还有东北部会有强震风 所以以下几点工作重点提醒各功能小组来加强办理 第一个就是要加强防防排水系统的设施准备 第二是划定警戒区域的进行管制 第三我们要呼吁民众避免前往海边或者山区来活动 意思是注意长浪来劝离民众在海边关当 再来就是启动交通管制的警戒 还有监控预行城孤岛地区民众的安全 在台风的期间还有台风之后 我们要防范南部地区增格热疫情的扩散 我们请各功能分组要协同地方政府来落实执行 今天因为台北市新北市地龙市和宜蘭县都停止上班上课 我要在这里请新闻发布组利用周园的管道来加强宣导 呼吁民众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并且千万不要到山区河川或者是海边从事户外的活动 再来就是依据我们气象群之研判显示 从今天开始中南部的山区的雨量会大量的增加 请农林渔木组持续来监控各地降雨的情况 加强准备防范土支流还有坡地灾害的发生 那么根据中央气氛局的资料 台风会在今年两天对台湾的影响最明显 那么虽然台风的位置比较靠近北部 但所伴随的新南风也是对中南部再来影响 那么此外刚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年度大潮的期间 那么沿海地区要留意海水倒灌及激烟水 那么今天已经有部分的县市停满停课 所以特别要提醒其他县市的国人朋友 也要留意气象局的资讯资讯加强戒备 包括疏通海水沟避免淤积以及固定好广告招牌等悬挂物件 维护安全 那么尤其是现在是暑假期间 要特别迈出所有的国人朋友 台风线怎么样进行外出危险的场所和活动 人去例如危险的河床 登山 溯溪 观浪 汽水 钓鱼都不要去 那我要提醒出第一线的工作同仁 不论是供水 供电 消防人员 工程人员 或者是我们的郭学林 弟兄姐妹 在台风期间执行任务 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大家辛苦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辛苦 总统特别准备星巴克咖啡与大家分享 新总统与院长并有药工将先举开 谢谢大家 辛苦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